我要杯珍珠奶茶 杯糖掃冰 酷欸 歡迎收看職人開箱單元 環保署啊自7月日起就制定了 買飲料用環保杯 當然這是我入手環保杯的其中一個誘因 主要就是回收機制啊其實蠻矛盾的 所以外帶才有免洗餐具這種產品 但是你要把飲料杯啊或便當盒 丟回收就必須要先洗過 也就是你要丟回收前 最少要用清水沖到沒有殘渣為止 如果你點了超油的餐點 沒用洗碗巾啊根本洗不乾淨 矛盾的地方在於免洗餐具 還要我去清洗 既然都要洗那我乾脆就是買環保餐具跟環保杯嘛 這個部分啊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 可以留言討論一下 在開箱樂扣樂扣的絕對搖搖吸管杯之前啊 我可以先說啊 它還不是我心目中最棒的環保杯啊 但是依照我的需求而言啊 已經有很多滿足我想要的功能 針對手搖杯啊 不外乎有幾個需求 第一個容量最少要有700ml 其實700ml有點緊繃 是最低標準 如果有750ml左右啊 對於冰塊啊 或是有加料的飲料相對安全一點 第二個一定要有吸管 這個地方啊我要提一下 吸管為什麼會是必要的 通常飲料買了都會邊走邊喝 如果你沒有吸管啊 就會擋到你的視線 或是買回家啊 就是要邊吃邊喝追個劇嘛 沒有吸管啊 一樣擋到視線喔就會分心 有吸管啊就是眼前一片光明 非常的爽 第三個啊 一定要內建提法 這個對於騎機車很好用啊 或是買個掛鉤啊 就可以掛在腰間 像我自己啊 也有買過飲料提帶來用 最大的問題 就是常常忘記帶 第四個啊 要防肉也要好清洗 相信啊一定有很多人 有那種放包包 結果落水啊 整個包包都撕掉的經驗 像保溫瓶啊 防肉通常都蠻不錯的 但是非常難清洗 如果環保杯很難清洗 我的經驗啊 是用沒幾次喔 就會收在櫃子裡 第五個啊 是保冰保溫 但是這個對於手搖飲來說啊 不是這麼重要 能保冰保溫的材質啊 其實對於飲料種類限制比較多 尤其手搖飲啊 現在這個五花八門 什麼特調都有 而且買飲料啊 通常都是口渴喔 或是配飯吃 一般來說呢 很快就會喝完了 以上五點啊 就是我個人總結對於手搖杯的需求 我原本保溫杯的容量啊 都只適合拿來喝咖啡 在保溫完啊 才發現針對手搖杯設計的環保杯喔 其實選擇還不多 目前市面上啊 就那幾款而已 然後還要能滿足我剛剛上述的五點喔 當然預算也是一個考量 基本上啊 超過五百元 我就蠻猶豫的 樂靠樂靠這款呢 是700ml的容量 屬於我剛剛提到的 最低下限 實際測試啊 真實700ml是可以的 如果啊 能多個二三十ml啊 才能避免飲料店的人為誤差 所以可能會有飲料剛剛好啊 或是過多的狀況發生 這個問題啊 你可以自己評估看看 網拍售價啊 基本上在700元左右 那它平身呢 是Triton材質啊 常用在嬰兒水平上面 簡單來說哈 就是無毒 抗衝擊 耐髒污 抗異味 可回收 整體重量約150克喔 真的算蠻輕的 上蓋部分有矽膠提把 可以掛在機車上 螺壓圈數很少喔 你在開蓋旋轉 基本上一圈就打開了 鎖回去大概也只要兩圈就搞定 操作上啊已經能算是秒開秒關喔 我們現在來看啊 防露的設計如何 中間有包覆吸管的橡膠圈 螺壓則是會抵住吸管周圍的橡膠 同時也會把氣孔這一圈塞住 直接就實測甩給各位看看 開蓋的時候會有些水珠 只要你有鎖緊啊 是不需要擔心洩漏的 比較可惜的是啊 開蓋後沒有可以放置的地方 我自己是插在提把上面啊 如果這邊可以有一圈突起物卡住 就不怕掉落 吸管的部分啊 主打可以360度旋轉喔 這邊實測吸珍珠給各位看看 遺憾的是啊 它射出成形的斷點在中間這裡 所以它底部凸了一小塊上來 造成吸管沒辦法直通到底喔 最後一定會有吸不到殘餘的飲料 我在想啊 有沒有可能啊 是故意設計的 你沒喝完啊 你就會想要把蓋子打開 喝乾淨 蓋子打開喝完啊 就會想 是不是順便去洗一下 清潔的部分 只有上蓋中間卡比較緊 會難拆一點 其餘是真的啊 都蠻好拆洗的 以我都是喝無糖茶為主啊 其實不太需要常常拆洗喔 最後總結一下啊 你要購買前考慮的點 你常買的飲料 700ml夠不夠 開開後沒地方放 只能用手拿 飲料喝到最後啊 會剩一點點 沒有保冰保溫的效果 拆洗上 你夠不夠勤勞 如果你覺得問題不大啊 就還蠻值得入手的 希望以上實測呢 有幫助到你 如果有能滿足我 五點需求的環保杯啊 也歡迎留言推薦 下次有好產品 再開箱給你看 掰掰